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再次回到葡萄酒赏西语服务空中教室 本单元将跟同学介绍的是葡萄酒的个性与其量照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葡萄酒的魅力究竟何在 为什么葡萄酒会如此的受欢迎 其实葡萄酒本身就含有非常多的营养分子在葡萄酒里面游走 它就像是一个可爱的精灵哦 根据研究报告当中指出 葡萄酒当中含有20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 这些营养成分呢 它是可以有足够来补充人体缺失的营养元素 还能够防止各种疾病的侵害哦 比如说像矿物质 矿物质在葡萄酒当中能够很轻松的被人体所吸收 补充人体日常所需要的营养成分 包括氨基酸 氨基酸是人体尤其是成人蛋白质的主要的原料 而葡萄酒也能够帮助我们来补充它哦 我们还看到 葡萄酒当中还有一种东西叫做多种糖分 因为葡萄酒是由整颗葡萄所去酿造出来的 因此葡萄酒当中含有非常豐富的葡萄糖跟果糖 这些糖分可以被人体直接吸收 而且又不会造成人体的负担 包括氨基酸 氨基酸在葡萄酒当中含有非常豐富的有机酸 既能够维持人体的酸减平衡 又能够达到开胃帮助消化的作用哦 白鲤鲤 白鲤鲤是一种非常棒的抗氧化物 它不但能够防止我们的很多病毒侵入 还能够帮助我们养颜美容 尤其这个好的葡萄酒当中啊 白鲤鲤它的含量可以高达5到10公克 每一公升可以高达5到10公克哦 从医疗保健的角度来看 白鲤鲤呢 它可以防止正常细胞的病变 而且还能够以致癌细胞的扩散 在红葡萄酒当中 是富含有非常多的白鲤鲤 这样子的一个成分 维生素 维生素在人体的死 人体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常常会从不同的食物当中去摄取 而饮食上常常会造成不同的维生素的缺乏 但葡萄酒可以让我们一次就能够补足了 所谓的维生素B群以及叶酸类的维生素哦 那葡萄酒的魅力究竟何在呢 葡萄酒其实它能够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红色的诱惑啊 红紫色的诱惑 除了能够帮助女性有很好的养颜美容的功效以外 还可以养气活血 让皮肤变得更有弹性 因为葡萄酒当中 富含有很多的抗原化剂 能够消除对抗制有机 所以对抗老防病 还有预防老年痴呆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以此对于烟患衰老 促进循环 新陈代谢 养颜美容 舒缓减压 以致心血管疾病 跟养生保健都有很大的功效 但葡萄酒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丹尼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葡萄酒当中的重要的灵魂丹尼 什么是丹尼呢 丹尼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同学想一想 每当我们在吃葡萄的时候 咬到葡萄皮的地方 有一种色色的感觉 那个就是丹尼 丹尼是葡萄酒当中的一种分化合物 在红葡萄酒当中含量最高 给人家酸酸色色的感觉 它的主要来源是葡萄皮 葡萄纸 葡萄梗 有时候会是从存放在葡萄酒的橡木桶当中 所保存出来的 丹尼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跟防腐的功能 它能够让葡萄酒在酒窖的存放过程当中 不容易被氧化 因此呢 在瓶中可以慢慢成长 长期保存 如果是没有含丹尼的葡萄酒 因为缺少了丹尼的抗氧化作用 它很快就会熟成 变酸 葡萄酒就没有办法长期的保存哦 丹尼呢 是决定葡萄酒品质很重要的关键之一 因为富含丹尼的葡萄酒 口感会更加的丰富圆满 饱满 酒味会比较醇厚一点 而丹尼还有很棒的所谓的美容的功效哦 因为除了有抗氧化抗防腐的作用以外 它还有抗皱保湿的功效 而且是女生们听的是不是很高兴啊 我们常常说喝红酒可以养颜 这其实呢主要是因为它当中含有非常多的丹尼 丹尼当中呢含有一种圆花色素 补物质 它也可以控制我们身体里面的胆固醇 以致血小板凝结 可以保护我们的动脉血管 防止动脉运化 这个就是为什么它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养生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物质 好啦我们了解葡萄酒对身体的益处之后 接着我们来认识 决定葡萄酒风味的四大关键 决定葡萄酒风味的四大关键是来自于葡萄的品种 不同的品种它富含有不同的特色不同的特性 因此葡萄的品种是决定的关键之一 再来就是葡萄酒的产地 因为种植的地区不同 天气气候风土也不一样 因此所生产出来的葡萄酒 也会有所差异 采摘的年份也是关键之一 加上酿造者的技术 也就是我们说的酿酒师 酿酒师的技术如果它富含有非常丰富的人文 跟这个技术在里面 相对的所酿造出来的葡萄酒 相对它酿造出来的葡萄酒品质也会比较优良 因此我们再来看一次 因此适合的地理环境 包括不同的纬度 土壤 适当的气候 阳光 水 温度 因为一般适合葡萄树生长的环境 是在摄氏 因为一般适合葡萄树生长的环境 是在摄氏10到12度C 包括优良的葡萄品种 丰富的人文技术的酿酒师的技术 这些是酿造优良葡萄酒的主要关键因素 而葡萄酒的生长环境跟条件也是很重要的 可以提到 我们在第二单元是 适合种植葡萄树的地方 是在北纬30到50度 以及南纬到30到40度之间是最佳的地带 这个地带我们把它称为葡萄酒袋 那葡萄树呢 其实它最适合生长的是在土壤跟排水性家的地方 地下土层矿物质跟贫瘠的土地 是最适合葡萄树的生长 像在法国的西哈 跟澳洲的西拉斯 它们所种植的区域都是在斜坡的地方 因此能够酿造出世界顶尖的葡萄酒 而花钢岩土质则适合种植的是像 加米、雷斯林的葡萄品种 或者是伯格莱产区的葡萄品种 粒食跟软食所适合种植的是 加米、卡米、西拉斯和小终生 成金盐或石灰盐的土殖 这叫适合种植评劣诺阿、薛楼内 或是西拉斯组生 适当的温度和气候 包括阳光 因为光合作用可以让树藤产生足够的葡萄糖 发酵 雨水,雨水可以提供足够的葡萄汁液 温度,温差能够酿造出适合的葡萄酒的酸度 土质,土壤的贫瘠,养分因为缺乏跟排水性佳 能够让葡萄树的根部完全深入地底 吸取足够的矿物质跟养分 日照跟土壤也是非常重要的 葡萄树喜欢有阳光,温暖,干燥 但是它很忌讳潮湿 葡萄树是个根系非常庞大,抗旱力强的一种树藤 雨水,因为你也紧 葡萄树最害怕梅雨季节 因为梅雨季节容易让葡萄树藤发生病害 土壤 沙子性的土壤最适合葡萄树的生长 栗子土跟灰子土或者是像黏土所种植出来的葡萄 或者是酿出来的葡萄酒 味道就会比较偏酸 单领比较厚实 但是会比较没有那么细致 气候的影响也会影响到葡萄酒的风味 例如像在比较偏北的地区 它们多数会种植白葡萄品种 以便在秋凉的季节就能够采收完成 但在偏南地区 却会选择栽种比较晚熟的品种 因为晚熟的品种可以让它充分的让果实成熟 因为晚熟的品种可以充分的让果实成熟 也会影响到采收的时间 即葡萄酒所制造出来的风味 葡萄的品种 目前全世界葡萄品种共有8000多种 但经常被拿来当作葡萄酒制作的品种 大概只有100多种 量造葡萄酒的树林 一般我们会选择在4年以上的葡萄树藤 因为葡萄树藤通常在4到5年 才能够长出成熟的根部 吸取养分给葡萄 而树年较年轻的葡萄树所酿出来的酒 一般风味也会比较清淡一点 而比较好的酒 它的树林通常至少要到10到15年以上 甚至是20到40年以上 而40年以上的树藤我们称为壮年期 据说随着树林的增加 葡萄收获量会随着减少 但是葡萄的味道 却会越来越醇厚 所酿造出来的葡萄酒 风味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哦 60年到70年的葡萄树藤 通常比较不适合拿来酿酒 到了80年以上的葡萄树藤 其实应该就差不多该重新耕种了 这张图是让同学去 亲近的了解 葡萄庄园 他们一般通常会需要很大量的年金 来种植葡萄树 包括每一个葡萄 每一个葡萄庄园的庄主 他们在种植葡萄树的过程当中 通常会在每一块区域 每一盘或者是每一块区域 他们会贴上 这个葡萄品种的一个标签 像是这个 像这个区域 他所种植的品种叫做 Codernate Subvenue 从这张图 同学更能够很清楚的看到 每一种品种 他们会在上面标示的非常的清楚 也是方便种植的人员能够清楚的知道 他们之间的不同的品种的区域 在我们认识 在我们认识了葡萄酒的种植的条件 以及适合的环境气候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葡萄酒的酿造 整个过程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们会从成熟的葡萄树上 将成熟的果实 摘下来之后 去除青果及梗 不去梗 因为 去除 去除青果及梗 因为不去梗的话 容易造成酒的色味 去完梗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进入洗涤的阶段 接下来 就是破皮 在破皮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会把葡萄池给弄破 因为会带来所谓的苦味 会影响到口感 而破皮完之后 就会开始做所谓的发酵的动作 发酵完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 就会接着 发酵之后的工作是 除渣 以及进入橡木桶 接着 以及进入橡木桶 让它收成 接着 接着 就可以装皮上尸 我们再更仔细来来看一看 尤其对于 红葡萄酒的酿造过程 与白葡萄酒酿造过程 之间的差异在什么地方 红葡萄酒的酿造过程 是由黑葡萄去梗 破皮之后 去发酵 经过自然的发酵之后 去压榨 压榨完之后 会做第二次的发酵 这个第二次的发酵 我们称为乳酸菌的发酵 之后再去除渣 除渣完之后 进橡木桶熟成 熟成过后 我们会装瓶 在装瓶完 葡萄酒在瓶内 还是会继续的熟成 完成之后 我们才会出货 上市 而白葡萄酒的酿造过程当中 我们一般会选择 白葡萄 或者是去皮的葡萄 去梗 破皮之后 我们会直接压榨 还记得吗 在红葡萄酒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一道压榨之前 有一道发酵的手续 但白葡萄 它没有经过这道的发酵 而白葡萄酒的 量造过程 通常会使用 淡绿色果皮的白葡萄 有时候也会用黑葡萄 来作为原料 如果是用黑葡萄 作为原料 我们一般会先破皮 这样子才不会 把酒的颜色 染上颜色 跟红酒的量造过程 是一样的 去梗破皮之后 我们下一道手续 会压榨果实 去除果皮跟纸的葡萄汁 来进行发酵 但也有不进行压榨 而采取果皮 直接浸泡在葡萄酒当中 白葡萄酒跟红酒一样 白葡萄酒 在去梗破皮之后 白葡萄酒直接进行压榨 压榨完之后 如果葡萄没有充分的糖 这个时候 有一些酒商 或是葡萄 酿造者 他们就会直接在 没有发酵的果汁当中 加入糖 让糖分可以发酵 不仅是白酒 红酒有时候 也会有这道程序 而是在于 它只有一次的发酵 在发酵的过程当中 常常会加入 人工培养的酵母 来促进发酵 接下来的手续是 除渣 有些业主为了要创造独特的风味 有时候也会不进行除渣的作法 橡木桶的手成 并不是所有的白葡萄酒都会进橡木桶 进橡木桶主要是为了能够充分呈现出白酒中的水果风味 因此有时候会有橡木桶的这一道手续 之后跟红酒一样 就是装瓶 装瓶完之后 让葡萄酒在瓶内熟成 完之后 就可以直接出火消失了 以上这个单元是跟同学介绍葡萄酒的个性 以及酒的酿造过程 同学是否更清楚了解了呢 我们下次再见